可是啊 相由心生啊 心裡想的是什麼 大概面相都會顯露出來 所以有一句話說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面相負責 尤其四十歲之後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一年來大家都戴著口罩 我不曉得市長 你多久沒有照過鏡之後 其實你在你自己的辦公室內 所以你大概可以脫下口罩 好好的 對著鏡子看看自己 所以我今天就送你這個鏡子 我希望你透過鏡子 看看自己的靈魂 同時我送你八個字 承認錯誤從中學習 第一 因為 你還有半年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為台北市來做事 你這個是送的還是還要拿回去 先講清楚 你是要送的還是當道具 沒有 當道具我就不接受 你要講清楚 你是送的還是道具先講清楚 蛤 你要回答這是道具還是送的 腳踏車你也收去了 書你也收去了 你就收著吧 好好照照照吧 可是同為副市長 也有我們認真的 黃珊珊副市長 我現在高度質疑 可是我高度質疑 你會放聲黃珊珊 不會啦 我現在就問你 你知不支持黃珊珊到底 會 就說你會嗎 你會不會 因為我看你在 你不要在最後關鍵 犧牲黃珊珊 成全藍白河 不會啦 那個 我希望黃議員也支持 堅定支持黃珊珊 對啦 我真的確實堅定支持黃珊珊 因為我跟她 將近20年同事情宜 我們了解黃珊珊 她有堅韌的個性 有深厚的法律素養 謝謝 也有相當的 非常好的行政經驗 更何況 她是代表 我們整個台北市議會 頭一位 由台北市議員出身 來參選首都台北市長 這是我們議會大家共同的光榮 所以我感情上 我百分之百支持黃珊珊 那理智咧 對 但是對 理智往往戰勝感情 啊這就不對了 理智上 我一定要支持 我們民進黨推出來的 不是啊 說你黨力超風 說你的黨 所以我問你的就是說 我感情上支持 但是 我理智上 我必須做 選擇 但是你不行啊 你感情上 理智上 你通通要支持黃珊珊不是嗎 這個我感情上 感情上 她跟你這幾年 當你做了那麼多事 那理智上她是你們黨 你正式公開要支持的 市長候選人 你不要有視黃珊珊 沒事講萬安 我就是這麼清楚 這個議員 你應該理智跟感情都要支持黃珊珊 你不可以黨力超過民意 你不可以黨力超過你的良心 這樣不行 可是你這個是在反質詢耶 議長 沒有我就是 這是勸告 誠摯的呼籲 誠懇的呼籲 我知道王議員 我們總算有共同的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不見每一件事情都相反 我們都有共同的支持人 對不對 不 我要 我希望你堅持到底 因為我不行 我也希望你堅持到底 我希望你的感情可以 你的民意可以克服你的黨力 我是李智行啦 李智往往都戰勝感情 不對吧 李智才要支持黃珊珊 你現在的做法就是這樣喔 你是哪個地方看到的 有啊 好幾個活動 我看你若即若離 總不能抱在一起 這奇怪 沒有啦 我希望這個王議員 也堅定的支持黃珊珊 謝謝 我們總算有相同的意見